人生心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关怀人为心描迷 这是台湾人民 能无成功描迪胜 这是台湾人民 能无成功描迪胜 一经新法妙难闻 百千万节今重现 我今寻习诸妙法 便是功德皆回向 那么回古先世王产老祖 各位维新圣教 一经大学 所有的书训班 同修 今天 104年4月25日 要来为各位讲解 来告诉各位 修行 他没有修行 的差异在哪里 所以修行 就是用仪华会友 用我们 用我们 N 而 鼻 舌 身 这体验 然后 进入我们的义士 转入新田 来供养 我们的列祢 列宗 朱祖灵 供养 双法界善 圣灵 三界万灵 来回向给 我们美国人自己的 列决 燕心 债主 所以修行 是宗教的上圣心法 那么有入室的修行 与初室的修行 出血 入室的修行 就是现在我们的入室的修行 各位 的身份 出血 修行 就是一经 造型 出血 修行 所以 我们现在 还有 射身 还有 身体 我们的修行 是非常重要 当出血 的时 我们修行 也是很重要 但是需要 仰仗的竹竹竹竹竹竹 或是有缘的同餐道友 联友修行者 你所悟的 所体验的 来 借着宗教的法语 来回向给我们 我们才能够得到 任何一个时代 任何一个时期 任何一个因缘 时间与空间 所体验的 所以 出室的修行 和入室的修行 有很大的差别意 而我们入室来修行 你一天的功德 所修行的 就是在天上界 修行要一百年 才有这个因缘 才有这个因缘 所以我们都来到世界上 你所有的修行的一切功德 是很大的 很大的 很大的 我就形容着啦 所以王产老祖书真开示我们 入室的修行 非常的重要 尤其各位 你们都有归一 有宣誓文 而且是王产老祖的 今年座下的 弟子 你们都有授记 所以有授记的话 你们的一言一行 非常的重要 你们的祖先 祖灵 守护灵 冤亲在主 护法神 都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修行者 和你们的一言一行 要注意 也因为这一句话 早期我们有一位同修 说师傅 我很衰 说他很衰 因为在 不要进入这个法文该多好 无机无数的可以自由 我说你现在也可以自由啊 天堂地狱自己去走嘛 自己选择啊 又没有人 限制你的心 和烈 他说这样可以喔 我说可以啦 那你就 不要来读也可以嘛 不要来修嘛 你做点自由人嘛 他就很高兴了 在大殿那里跪着向老祖抠三个头 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脈球金额额额 我头毛落得油油油啦 结果是怒法冲冠啦 那时候我比较有时间给人家问事嘛 我说你是怎样 叫我跪打到喔 没有啦 没有啦 我暗时呢 像我我一直在做梦啦 一直在做梦 人家要把鸟去台北啦 要把鸟去环宅啦 他们的阿公阿嬷来 家书去头盖 不是孩子 不知道我收音 我一直在等都等没讲到啦 所以他一个礼拜都睡不着 暗时 脈去去 我说 诶 红秀啊 师父没给你卫险喔 你修行的 我说我回家给祖先你给你盯嘛 我又没给你盯了啦 我能不能再进来修行 我说可以啊 怎么不可以 继续读嘛 所以现在 他已经 在读了三年以后 就去做事业 到其他事业 派到东南亚去 当公司的厂长 万里大人们就可以 还是要一遍 要练经啊 练经回向 所以老祖先开述我们 人来到世界上都自由的 寒天饮兵冷暖自知 自己自作 自己去体验 所以老祖开述我们 我们一旦 归宜了佛门 带着祖先一起归宜了佛门 我们一定 言行 要很小心 起心动念要很小心 过了一段时间 又回来生活室啊 师父啊 我的手手手不好了 去检查检查没办啊 我一定讲话有乱讲啊 我已经国外了啦 到东南亚去 到国外去上班 哦他原来有坏习惯 三字经就来骂那个 东南亚那个国家的人啦 工人 那种台湾画的山 我们三字经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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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很奇怪 三字经就来 离这么远了 老祖在台湾啊 他到东南亚去了啦 就是到泰国啦 哦 哦 所以 我说你讲话不要乱骂人家 你骂人家就骂人家到 祖先八代你知道吗 空空哦 但是那些 那些欢 哎 是你欢 不是白人欢呢 啊 所以 又告诉我 师父 我每次呢 那天生气 骂人家的时候 我回来 晚上都睡不着 都一直骂 骂人家 你知道什么 我就是你口验嘛 只要老祖叫没有 要修 我们 在地球上 是老祖 掌中八卦的一个 一个一窑 而已耶 所以走到 地球的另外一端 也都在老祖的掌中嘛 因为你过一的 王产老祖 要我们修口 修口业 不要随便骂人家祖先 不要随随便面面 出口 没有清静 那所以一切因果业力 你要自己负仇 所以我们那位师兄 我说好衰哦 那我这一生 都逃不到 逃不掉老祖的掌中 哇你好好修 好好做就好了 说好话 想好事 多练佛练经嘛 这就以法会有 你的因缘到泰国去了 你的因缘那里有一群 自己有缘的人 所以你用念经念佛 来回向 这也是上圣的修行 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我们都要修行啊 听到咱们的修行 都不会听也不会听 还会有那个天涯海角 不成功了一生 各位微信闲事同修 我们累劫以来 无量劫来 因为我们的讲话 都有不小心而患了口业 所以造成我们的叫业障 叫业力的牵绊 所以老祖告诉我们 往昔首造诸二夜 皆有无数贪春痴 重生与欲之所生 一切罪障皆忏悔 这是我们平时修行 早上起来 我们上香 我们一定要练忏悔文一遍 或是到任何一个寺庙道场 相集起来 一定要先忏悔 忏悔文练一遍 然后你有什么事在祈祷 绝对会有很大的功德力 所以这一点 希望各位同修们 你们以后教你们的学生 你们有缘的同修弟子 你们随时可以教他们这么做 所以我们微信圣教的法文 是逆他的法文 又有如刚才袁平法师 请法 为大家请法 说我们有同修 他家旧房子卖了 换了一个比较大的房子 但是要安祖先 今年太岁是 在丑方和卫方 为做太岁 愁冲太岁 太岁当头做无灾必有祸 那么你向太岁 做太岁 都是有祸的 要小心 那么 没有办法了 一定要搬 一定要安祖先 那怎么办 老祖开事 你选择安神的时间 一定要选择太阴 以太阳的时 而且 不冲 不散 散 以向 你散到向 主后你做生意 事业绝对不顺 你的人缘 开始渐渐的 不会有人缘 坐山 下山 就是不平安 不平安 就是有灾难 雪光 灾灾也不少 所以 那怎么办 那就用 好的日子 依照董公玄的日子 第一 不冲山 不煞像 也不冲像 第二 不冲主人的 家人 大人的生肖 第三 依照董公玄的 吉日 第四 你这个要用太阳或是太阴 太阳就是宪兵 太阴 就是警察 太阳太阴 太阳就是农天护华 太阴 也是护华 大地的护华 你用这个太阳太阴的石 但是也不能去冲 上 做山 这很重要的四个法则 到底有 要用普罗 普罗 罗 扑起来就好了 公子 或是神尊 神尊的位 不必动 不必普罗 只有盘子 清洗的盘 清洁的 新的盘子 用红的 最好 圆盘 然后上面 你用 六张 寿金也好 大小金也好 太极金也好 六是六方米合 六度万恒 六度空间 然后 你在上面 那就超越 六度空间 所以 香炉 就在 六张 寿金 大寿金 或是太极金 的上面 就已经跨越 六度空间 不受 这个煞气 煞山 冲山的问题 受到影响 你在安 就可以安 然后 你等到 明年 新的年 在选入 以上 四个法则 按照 择日 的药灵 你 新的年度 你就可以 把它 寿金 拿起来 盘子拿起来 然后用 寿金 济青 来把那 一起化去 穿 香花果串 祭拜 若是最好的话 你要 送一部经 来回向 若是已经安好了 那怎么办 不晓得了 救不平安 那就不一样 神会 你安好了 救不平安 那你 还是要用盘子 上面 放着 米 然后用 十八张 十八张 先天的九树 后天的九树 合起来十八张 垫在米的上面 然后 落 放在 太极金的上面 选日 好日子 十年 赶快 安上去 这样就会 渐渐的平安 等到第二年 你再选个好日子 不冲山 不刹山 吉日 你再来 这样时 香花果串 来祭拜 这样 绝对会平安的啦 所以这个法 超越学术 超越一切世间法 这个宗教的上圣心法 所以今天 各位师兄们的同修 你们会碰到很多未来众生的问题 你们要发愿 为他们解除 这个烦恼啊 这即是修行 即是菩萨的化身 脑子的化身 即是一知行者 功德无量啊 各位维新贤士 各位维新圣教 一经大学 二三起的 师资培训班的贤士同修 本维新圣教的法文 是在家修行 但是在家修行的功德很大 而且在家修行呢 不影响事业 也不影响家庭 而且可以利益他人 可以带着祖先一起来共修 所以老祖告诉我们 都要诵经 而诵经的法则呢 这个法语啊 在宗教界那么久了 只有21世纪的当下 17年前 地毯水陆法会的时候 老祖开示 要我们大家诵经来回向给祖先 回向给 十王法界三岁万灵 共同来祈祷 风调与顺国泰民安 在17年来了 老祖师孙给我们这个姻缘 要我们举办每年在老祖圣诞 3月26日水陆法会的时候 大家诵经来回向 尤其在甲午年最不平安 本为新圣教 老祖书孙开示 我们要诵一千万部的经 合起来来回向 所以现在 也快接近水陆法会到了 今天7号 22号就开始深谈 所以这个送一千万部的经 是不是会达到呢 我也不晓得 在前几天 师母呢 她很担心地问我说 我听说 卢州道堂 有师兄和师姐赖出来 叫大家一教努力 送一千万部的经 大家赶快诵经 我的师父有劫烂 师母听到这个 很烦恼 若是一千万部经没搞 师父是不是会有劫烂呢 或是死翘翘呢 师母 她不好意思讲出来 若是一千万部送不够 师父属翘翘了 师母就没王 小孩就没老板 我会啦会啦 我有讲啦 我说 大家诵经啊 若是不够一千万部 我答应 我是二包 苏尊老祖师大包的 我是二包的 你们是三包的 法师是三包的 那么前世是你底细胞的 所以我就没交代了 接下去我就不敢讲了啦 所以有没有劫烂 我们就等多桥好了啦 但是呢 我一直在祈祷着大家 能够用心 荣天护法宝苍生 化解干锅西战争 愿人心相疼爱 同其世界永和平啊 这是我们的本愿嘛 你经送多了 你有功德 你家里有好处 大家都有好处 借着这个在家修行的 功德真的是无量的呀 所以在师母把这个问题 问我之后呢 那已经晚上了 我在老祖坐前呢 静静坐下来 查一查 是不是有劫烂呢 我现在还不晓得 但是我很担心而已啊 那时候老祖开市 就开市了一段法的因缘 台湾 有奇安消灾的法会 有清酒 露天护酒 跟我们水陆法会 道教 道家有清酒 有罗天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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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有水陆法会 所以这个清酒 清酒 每二十年一次 若是扣地方有灾难 当地的老人 一定要 借天 借天 来救天公 花大院 我回想到 我在当兵前 我们中疗乡 那时候 突然间有一只黑狗 跑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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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地方有修行的人 老人家 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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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求各地方 廟的委員 還有鄉長地方 宿生一起去 做成就 不去求 求後來 英連山 聽說英九杯 所以 在我當兵回來的 第二年 我們地方 就開始做請求 請求要七天 七天的請求 是用到家的 到處請很多讀書 要抹刷 要破 那我第一次看到了 那叫請求 後來 美國二十年 就一次請求 所以請求 在台灣 夠地 如果不平安 再到家 就要做請求 請求 發願每二十年 一次請求 所以這個是 依照宗教的法語 是借天 借天的 法語 只有用請求 做請求呢 前七天 一定要 吃鎖 各鄉的 都要吃鎖 等到 請求七天 完畢 完畢之後 才用開桌 所以這個請求 是非常 重要的 道教 其安消災的法會 法語 謝謝 各位維新賢士 各位書信班的同修 清教 是中國 道家 道家 道教 其安消災的法語 再來 就有三縣 三縣 三縣 就是 災難比較沒那麼嚴重的 但是 每十年 要一次三縣 香花 果串來供養 十年一次 就是三縣 也是叫做 生口一三縣 另外一個 修行的法語 來供養 求天公 下罪 求農天護法 佛佑加持 所以叫做三縣 再來 羅天大教 這是五十年 一次 羅天大教 五十年一次 這是很大的 大法會 在去年 台南南昆辛 五五千歲 五十年 辦一次 羅天大教 所以辦一次羅天大教 要花很多錢 要請很多道士 法師 來誦經 而且要 很多很多的 金銀財寶來供養 去年 羅天大教 在台南的時 在前年 在前年 羅天大教 一定要求神 借天台 我們修法 叫做 借天 要辦借天台 來 三天三月 三天三月 在新明明天 登天 三天三月 三天三月 但是要主辦的 大家如果要 辦這 羅天大教的是 主大 兩個救助 做酒的救助 不是債主喔 教主 這 酒 救助 要花錢的 哪些人不 要參加的人 名字都 去借天 到最後 一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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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的人在裡 結果 北部某一個公 的主委 他也 企業家 很誠心地去拔杯 連續拔 二百杯 連續 二百杯 你看 怎麼做 三杯 比登天台南還二百杯 南路 南部 是 新南宮的主任委員 夫人也是我們的師姐嘛 也是 原信法師 也學演弟子 結果他 花大雁在拔 拔到三十一杯 欸 神啊 不知道要三十一杯 是很困難的 沒有換人做生 我給你拔拔拔 所以 三十一杯 由 南部 新南宮 三富翁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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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這些主任委員 來副主 但是要花很多錢 不是只有千萬 讓人家 好 各種的 啊 這個 錢啊 很多 所以 羅天大教去年辦得非常非常地成功 因為 很慈悲的 要我去參加 剛好他們生壇 是我們去年的雙十法會 我們謝天倫法會 我就會參加 但是 他們五十年一次的羅天大教 做得非常地莊嚴 這就是羅天大教 在三年前 在三年前 大陸 那個玄天上帝 武當山玄天上帝 也做五十年一次的清教 雖然大陸沒有宗教 信仰 但是 在這個 羅天大教 都非常地重視 因為 目的是祈求封條 宇治國泰民安嘛 好 他說 也邀請了 我能夠去參加 剛好碰到我們在水陸法會 那麼巧 所以我就沒有去參加 大陸的 五十年儀式 羅天大教 所以羅天大教 是我們的 道教祖書 張天師 所傳下來的 其安 消災化節的大法會 對 在台灣 羅天大教 也都有 過地在辦羅天大教 但是要辦一次羅天大教 是要耗很多的金錢 消耗很多的人力 之外 還要 有那個心和天命 否則羅天大教辦下來 很多的負責的住宿 有的很不平安 所以 羅天大教 你要做羅天大教 要 必須要有那個心 要來為國修道 為民祈福 要來為 受賄 為民養兩戒 來超渡 消災化節 所以宗教的修行 消災化節 以其安其福 我們不能等賢 四肢啊 這也是我們維新聖教 一經大學所有的 未來的法師 講師 賢士同修 都必須要懂得 法醫和真理 一 各位維新聖教 一經大學 二三期的 書訓班同修 本維新聖教 在十七年前 一個音樂園 一個音樂園 明定大和尚 他跟我說 老師 老師啊 這個水陸法會 是非常殊勝的工作 你要不要辦呢 我說我很喜歡辦啊 但是我不會辦 明定法師他開師說沒有關係啊 若是有心要辦 有很多條件 第一要誠心 第二不能貪心 第三 一定要誠心 第四 一定要發動所有賢士同修女的地址 歡喜來辦 那我知道了 到第五 我們來做一個水陸法會 隨順因緣 不要說一個教族到 清教的功德主要幾十萬幾百萬 內壇 一般的清教 樓天大教 水陸法會內壇 要進來要多少萬 一個聯會要多少萬 幾十萬幾百萬 我跟他說我們不會 只要有先進來拜 那就好了 所以明定法師他聽我這麼講 好 我們來辦 我幫你忙 就十七年前的當下 已經在行積極的準備了 好 再加上網產老虎開示 因為我們都在家人來辦這個水陸法會 本來我也辦一壇就好了 好辦喔 之後我看到那麼多同修 平安喔 歡喜心喔 和諧喔 法界 靈魂界 非常的和諧 歡喜心壽 所以第二年 我就一直辦 又聽到人家說 你要做水陸法會 所以 辦一年 就很累喔 三年辦一次 但是老主開示 要發動同修誦經 回向給自己的祖先 由八十幾位的法師 一起來水陸法會 七壇一鎖 來回向給各位的祖先 給三千萬零 蘇王法界三千萬零 所以第一年辦得很圓滿 第二年下去 到第三年辦好了 我不想辦了 因為有社會上的流傳說 若是一個寺廟道場辦 但聯繫有三年的水陸法會 然後住宿很快就會死翹翹 那時候我也有點毛毛了 三年了咧 那怎麼辦 啊沒關係啦 只要大家都成火了 最起碼我死翹翹了 我但陰間 也沒有人會欺負我 啊所以 反正呢 自知死地而後生啊 啊所以 我就在有一個姻緣 那時候不知道哪一位受我一個對聯 就是先總統蔣公所寫的 以國家興亡為己任 住之死地而後生 喔這個我就 好我絕對辦一直辦 每年的水陸法會 已經過了十六年 我到現在還沒死 我感恩啊 喔感恩 好每次我做的分裂 不是怎麼辦下去 好啦再辦一次法會 希望早點死啊 但是都不死啊 奇怪啊 哈哈 到前一段時間呢 老祖開市了 像我們這樣每年 水陸法會 以誦經的公主來回向 做的是每一年做一次羅天大教的功德 羅天大教一次功德 有五十年的消災化節 那麼我們每做一次的水陸法會 尤其我們微信聖教的水陸法會 一年的水陸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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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的水陸法會 可以抵得過五十年的 就說 消災化節 然後我比這個拿下來算 現在十七年喔 那未來幾年 八百五十年 平安耶 喔 這個老祖天下太平 这是从这里开始 为什么太平 所以我们水陆法会 和罗天大教是等号 一个道教一个佛教 那么功德五十年的平安 老祖开示 我们的修行最起码要三千年的平安 因为我们都有机会在三千年之内 会再来投胎转世 如果是那时候我们投胎转世来的 碰到战乱 碰到很多天灾人祸 那怎么办 你就很衰的 那我懂了 水陆法会要不要继续办下去 那现在八百五十年 到未来明年再办的时候几年 九百年 我希望大家 大家都吃白痠 最起码三千年千岁 大家都千岁啦 所以千岁啊 千岁伯啊 千岁爷 千岁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大家 对这水陆法会 都功德 我们今天终于懂了 老祖要我们一直送经 是为自己祈福啊 为自己的祖先 回向与供养 这即是上圣的修行法文 不是小圣与什么圣什么圣 你不行 就是小圣 你行 大家好好修行 认经功德回向 即是大圣的修行法文 祝福各位 未来都成就为千岁爷 千岁婆 祝福各位